圣诞老人的小屋 今天是平安夜 想要去看圣诞老人的小朋友请举手 那我们是不是要到北极去呢 没有那么远的 佩琪 但是爸爸 圣诞老人不就是住在北极的吗 我们比较幸运 他在圣诞集市上就有一个小屋 佩琪和乔治去集市上看圣诞老人 你们大家好 你好 请小朋友们坐上精灵列车 我们要去圣诞老人的小屋了 苏西 你想问圣诞老人要什么样的礼物呀 我还不知道呢 那么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我想要一个娃娃 能走路 能说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闭上眼睛 那我也想要那个礼物 圣诞老人怎么会记得 我们每一个人想要什么玩具呢 他可能会列一个清单 他的雪橇一定非常快 不然一晚上怎么会跑遍全世界呢 因为那是超级雪橇啊 圣诞老人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他可能已经有几百岁了 他比我的爸爸还要老呢 圣诞老人的小屋到了 小朋友们 你们好啊 你好啊 圣诞老人 你们是不是都很乖啊 是的 那么你们的房间有没有保持整洁啊 是的 那你的呢 那当然了 现在可以过来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礼物了 我想要一个足球 谢谢 我想要一家木琴 教研片游戏 一套变魔术的装备 谢谢 一定要赛车 我要弹力学 我想要火车 谢谢 一列玩具火车 不是 玩具火车 我要真的火车 那种我可以开的 可以有真的乘客的火车 那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小朋友们都说过了吗 还有我们两个没有说 真不好意思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小猪佩奇 我们以前见过的 哦 是啊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佩奇 那圣诞礼物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娃娃 能走路 能说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够闭上眼睛 拜托了 我要的礼物也是这样的 非常的好 你知道我住在哪里的 是不是啊 哦 是的 你多大年纪了呀 我已经有好几百岁了 我就说吧 再见了 圣诞老爷 你们不要忘了给我留一个肉线派 还有 喝一杯饮料 我知道的 还要留一根胡萝卜给你的信录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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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和她的家人离开圣诞集市开车回家去了 爸爸 我们为什么要带着这些箱子呢 我们要去猪爷爷和猪奶奶家里过圣诞节 但是那样 圣诞老人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了 不要担心佩奇 圣诞老人她什么都知道的 奶奶你好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没错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快来搅拌圣诞布丁 然后许一个愿吧 佩奇和乔治许下了他们的愿望 我想要赛车 别告诉我是什么 这些肉馅派和饮料都是给圣诞老人准备的 还有一根胡萝卜是给驯鹿的 有谁会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来呢 我们可是什么都不会买的啊 快乐与热闻红尖日的指引 是圣诞颂歌队 亲亲的下圣诞节到 大家圣诞快乐 佩奇和乔治的睡觉时间到了 我小时候就是睡在这间卧室的 圣诞老人知道猪爷爷和猪奶奶住在哪里 是不是呀 哦 是的 他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 晚安了 佩奇 晚安了 乔治 佩奇和乔治已经睡着了 等他们醒来就到圣诞节了 兔爷爷的修船场 今天佩奇 乔治还有猪奶奶要坐猪爷爷的船一起出游 你们好啊 佩奇还有乔治 我们做好出海的准备了 那么 我来把船开轻一点吧 小心一点 别撞上那根大柱子了 爷爷 那柱子是用来拴船的 我不会碰到它的 哦 爷爷 你的船被撞了一个大洞 至时碰撞了一下而已 哦 爷爷 你的船正在下沉呢 快点 猪爷爷 跳下来 船长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沉船的 现在猪爷爷的船已经沉到了河水的底部 狗爷爷过来了 你好啊 猪爷爷 打算驾船出游吗 是的 狗爷爷 你好啊 我今天要把船开去修船场那里 我要把我的船修理一下 你能不能帮个忙 把我的船也拉去修船场呢 拜托了 当然可以 你的船在什么地方啊 我正站在上面呢 哦 你的船沉了 呃 那个 沉了一点点吧 我很惊讶 你的船不是很久以前就沉下去了吧 什么 我的船可比你这个老袖筒好太多了 狗爷爷和猪爷爷是非常好的朋友 快抓住这个 船长 没问题 船长 狗爷爷的车子把猪爷爷的船从水里掉到了岸上 哇哦 下一站 修船场 什么叫做修船场呀 所谓的修船场就是可以修理破损船只的地方 这里就是兔爷爷的修船场啊 你们好啊 我的朋友们 你好呀 亲爱的兔爷爷 哇哦 你的船这是怎么回事啊 猪爷爷 有个人开它的时候撞到了一根柱子 狠狠地撞了一下 然后撞出了个大洞 在那儿 你要好好保护你的船啊 可不得让别人偷走的 是的 你能修好它吗 当然可以 我要先来量量这个洞有多大 兔爷爷在用尺量猪爷爷船上破洞的大小 现在我要找些东西把这个洞补弃了 你居然知道怎么修船真是厉害 多年的经验积累 让我知道怎么修好船 那么你修船已经修了多少年了 很多年 兔爷爷收集了很多破铜烂铁 他用这些来修船 看这些 它们可是我的金矿 这明明就是一堆垃圾嘛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变废为宝啊 比如说的 比如潜水艇 哇哦 兔爷爷用这些破铜烂铁做了一艘潜水艇 他真的能够使用吗 你们瞧这个 它的蓄水仓开始进水 所以潜水艇很快就沉了下去 但是再上来就没那么快了 你们瞧啊 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 可是这不是洗衣机吗 就是这个东西 它能够修好猪爷爷那艘船 难道你要用这个洗衣机上的铁皮 你也来修我的船吗 是的 瞧啊 就和新的一样了 太棒了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准备好要出海了 太神奇了 飘起来了 你好像很惊讶嘛 是啊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会沉下去的 现在我们可以坐着这艘船出游了 这真是 一个好主意佩奇 这就是生活 坐着船出游 享受着大海 还有天空 我写了一首歌 关于大海 还有天空 你们想要听一下吗 不用了 谢谢 想听 想听 我今早起床 海洋还在 天空也没有走远 小宝宝 小宝宝亚历山大 佩奇和乔治的亲戚们 今天要来拜访他们 妈妈 唐姐克罗伊 还有多久才会到啊 很快就到了 小宝宝亚历山大也会来 小宝宝总是会哭个不停 他们真的是太吵了 我确定 小宝宝亚历山大 不会那么吵的 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啊 是汽车的警报器响了吗 是不是消防车经过了 不是 是小宝宝亚历山大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乔治 你好啊 克罗伊堂姐 初位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朱伯伯 你们好啊 你好啊 朱伯伯 你记得小宝宝亚历山大吧 是不是 佩奇 是的 你是要在这里住几天吗 不是的 这些都是亚历山大 今天要用的必须品 没有这些宝宝用品 我们可就哪都去不了了 哦 你好啊 小宝宝亚历山大 他不会说话 佩奇 如果他还不会说话 那你们怎么知道 他要什么啊 我门口猜的 我猜他现在一定是饿呀 佩奇 你想不想来帮忙 喂亚历山大呢 是的 非常想 现在是亚历山大的午餐时间 今天是堂姐佩奇 要来喂你吃东西 亚历山大 来吃吧 小宝宝 哦 来吃一口吧 哦 他总是把他的头转过去 想喂亚历山大吃饭 还是挺难的 你看我坐 快看这里 飞机飞来了 哦 压力山大喜欢这样 他喜欢别人 把食物假装成飞机 你来试试看吧 佩奇 看这里 飞机飞来了 哦 哦 张开嘴巴 让飞机飞进去 哦 太棒了 刚才那个就是飞机 你能说飞机这个词吗 我跟你说过了 他还不会说话 他到现在还没有说出 他的第一个词呢 佩奇 你还记得 你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吗 不记得了 你说的是妈妈 我以为佩奇的第一个词 是爸爸呀 不是 是妈妈 那乔治会说的第一个词 是什么 恐龙 乔治会说的第一个词 是恐龙 有人的午餐 看上去不错啊 是的 我觉得他该洗澡了 小宝宝亚历山大 要洗澡了 这个就是恐龙先生 你能说恐龙这个词吗 呃 佩奇 他还不会说话 但是总有一天 他会说话的呀 然后就能知道 他想干什么了 那么你现在想要干什么呢 亚历山大 我觉得亚历山大 是想出去逛一下 他还不会走呢 但是他可以坐着婴儿车出去 这婴儿车看上去真不错 当然 五档调塑 挡泥板 还有防暴死制动系统 完全听不懂 你们说的话实在太深奥了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很喜欢听你说话 佩奇 那是因为我说的话都非常有趣 不是吗 你看上面就是天空 你能说天空吗 刚刚 雨水就是从那里来的 知道吗 你可以说雨水吗 下雨对鸭子和植物来说 都有很多好处 还可以形成很多的泥坑 佩奇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泥坑 你看我亚历山大 我现在在泥坑里面跳来跳去呢 我特别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泥坑 这是我们亚历山大说出的第一个词 泥坑 太棒了 泥坑 而且是我教会他说的呀 你坑 现在是学校的游戏时间 佩奇和朋友们在相互追逐嬉戏 好痛啊 你没什么事吧 佩奇 我的膝盖受伤了 羚羊夫人 佩奇刚才摔倒了 你的膝盖有些擦伤了 佩奇 羚羊夫人先清洗了佩奇的伤口 再贴上了一张窗壳贴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好一点了 谢谢你 好了孩子们 你们可能注意到了 小马佩德罗今天没来学校 他是不是又迟到了 不是的苏西 因为佩德罗在医院里 哦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望他 这里就是医院 佩奇和他的朋友们来看望佩德罗了 孩子们记住了 一定要跟紧我 我可不想你们有谁走丢了 好道理 姚夫人 打扰一下公牛先生 请问去儿童病房应该怎么走呢 下楼梯过两扇门 右左右走过走廊 上楼梯左手第三件 哦 其实你们也可以坐电梯去 哈哈哈 儿童病房到了 佩德罗可能还在睡觉 因为生病的人需要足够的睡眠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佩德罗 你为什么没在睡觉 你看起来不太像生病 我的腿骨折了 然后医生就帮我打了个石膏 哇哦 石膏能帮助佩德罗的腿恢复得更快 我摔破了我的膝盖 我这里还贴了张窗壳贴呢 哇哦 你们想要画画吗 可以画在我的石膏上 是的 我想 孩子们都想在佩德罗的石膏上面画画 我正在画一个足球 我要画一些花朵 我要画土豆先生 我画胡萝卜 我要在上面画一个泥坑 哇哦 谢谢你们大家 你也可以在我的窗壳贴上画画 好的 我来画一朵小花 谢谢你佩德罗 佩德罗 住在医院里是什么感觉呢 感觉好极了 这里的护士怎么样 他们还送给我贴纸呢 哇哦 他们会马上来 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就行了 是谁啊 在暗里 可能是佩德罗吧 你怎么了佩德罗 我们都非常的忙 我就是感觉有点痒 就算你的腿非常的痒 我们也不能在你的腿康复之前 把你的石膏取下来啊 其实不是我的腿感觉有点痒 而是我的耳朵痒 这样好些了吗 是的 谢谢你 嘿嘿嘿 午餐时间到 你今天想吃些什么佩德罗 我想吃意大利面 还有海绵布丁 谢谢 你居然可以在床上吃饭 是的 嘿嘿嘿 嗯 看起来很美味啊 棕熊医生过来看看佩德罗的情况 今天感觉怎么样佩德罗 我的耳朵感觉有一点痒 就是这儿 嗯 我看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嘿嘿嘿嘿 探病时间结束了 再见佩德罗 大叫再见 你要快点好起来佩德罗 好的 林阳夫人 又到了上学的日子 佩奇和朋友们在操场上玩 林阳夫人 我的窗可贴掉下来了 可以再给我贴一张吗 你已经不再需要窗可贴了 佩奇 你的膝盖已经好了 哦 是的 嘿嘿嘿 你们大家好啊 小马佩德罗回来了 哦 你好佩德罗 你的石膏到哪里去了呀 石膏拆掉了 因为我的腿已经康复了 那你的腿现在怎么样呢 跟以前相比 我的腿更结实了 这是条超级结实的腿 那跑步没问题吗 你们看好了 嘿嘿嘿 佩德罗喜欢快乐地跑来跑去 大家都喜欢快乐地跑来跑去 画匣子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小羊苏西来这里找佩奇一起玩 你好啊苏西 你好啊佩奇 佩奇和苏西是最好的朋友 他才看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事情 昨天的时候我去鸭子池塘 然后见到了鸭太太 好吧 我昨天 后来我又和我的妈妈一起去了超市 我们买了面包 胡萝卜 你怎么了 你的话实在太多了 一会儿说去池塘 一会儿又说去超市 一直说个不停 我不喜欢你这样 妈妈 苏西说 我的话实在太多了 那个 你是有那么一点像画匣子配齐 画匣子 说得没错 一直说个没完 一直说个不停 一直说啊 说啊 说啊 你的嘴从来都没有停过 只要我愿意的话 我就可以一直不说话明白吗 不 你做不到的 可以 我可以做到 你做不到的 我可以做到 你做不到的 好了 够了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说话了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仪 你今天真漂亮啊 谢谢你 苏西 这条是我的新裙子 奇怪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佩琪 就是啊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佩琪 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 苏西说我是个画匣子 她还说我永远都不会安静 你现在就不这么安静啊 佩琪 不是吗 够了 我再也不会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就从现在 开始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丹尼 你好 丹尼 佩琪她这是怎么了 她再也不说话了 哦 谁想要吃葡萄 我想要吃 我也想吃 你不可以点头的 这算是作弊了 而且你也不能眨眼哦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佩德罗 佩琪 她这是怎么了 她永远都不再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她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胡说 我才没有说那么多话呢 那么你呢 你还总是像这样走路呢 哦 看看我 我是笑羊苏西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而且你还会这么说 密奇马七步八步 我才没有像你这样呢 这个样子是有那么一点像你 苏西 苏西你其实也和我一样吵 我可以很安静的 这可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也没有那么困难啊 佩琪 好啊 那么你来试试看吧 那我们都来试试看吧 我们去做给我妈妈看 妈妈 我们要一起保持安静 是非常的安静 甚至安静到 可以听到东西掉到地上的声音 像老鼠一样安静 可你们一点都不安静 你们几个小家伙都很吵啊 只要我们想的话 我们就可以安静下来 我数到三之后 就立刻保持安静 一 二 我还没有准备好 好了 开始吧 就各位 准备好 三 大家好 我回来了 哦 我还以为家里没有人呢 佩琪和她的朋友们 在玩保持安静的游戏 这不是在玩游戏 这可是非常难的事 哦 佩琪 佩琪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不说话 嗯 爸爸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个话匣子 这又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佩琪 说话很好啊 其实啊 我认为你非常擅长说话 说得对 说话可是我最擅长的事情了 我也非常的擅长说话呀 你可不擅长 我才是话匣子呢 我说的话比你说的还要多呢 呵呵呵 你们两个都一样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佩琪喜欢说话 苏星喜欢说话 大家都喜欢说话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佩琪在和朋友们一起玩 瞧 是狐狸弗雷迪来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啊 弗雷迪 快来 我们骑车去那个大山丘吧 好的 早上好啊 狐狸先生 现在是下午了 猪爸爸 都已经是下午了吗 我的手表一定是停了 我的店里有卖手表和时钟 让我看看我的货车里有什么 一个落地时钟 这个有点大了 还不错不是吗 事实上这是三个一起卖的 比比谁的自行车铃最小 我的自行车没有铃 但我爸爸的货车里 一定有自行车铃 三个时钟可比一个好多了 爸爸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自行车铃呢 那么你要多少个呢 儿子 我只要一个就够了 我有这种两个一盒的 狐狸弗雷迪 现在有了两个自行车铃 太棒了 谢谢你了 爸爸 爸爸给了我两个车铃 哇哦 你爸爸的货车里 还有什么东西呢 他的货车里面什么都有 哇哦 那我们现在来玩什么好呢 我们来比赛骑自行车怎么样啊 赢了的人就可以得到一个亮闪闪的大奖杯 可我们要去哪儿找奖杯呢 是啊 我们要去哪儿找奖杯呢 我来想想有什么办法吧 自己拥有一台水泥搅拌机的好处就是 爸爸 能给我们的自行车比赛 找一个亮闪闪的大奖杯吗 这个比赛很重要 是不是 没错 它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可以吗 哇哦 谢谢你爸爸 是个金奖杯 没错 这是金色塑料的 哦 冠军的奖杯来了 它是由金色的塑料做成的 哇哦 你爸爸的货车里面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啊 没错 我们比赛谁先骑刀配骑家 比赛现在开始 按下这个按钮 然后它就消失了 哦 哦 如果你们按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播放唱片了 小朋友们一起到达了终点 所有的人都是冠军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奖杯怎么办 我货车里的冠军奖杯够颁给所有人 太棒了 狐狸先生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货车里面没有的呢 你说呢 你的货车里有班着钱吗 四贤还是五贤 你的货车里肯定没有树 对不对 苹果树离树 我敢打赌 你的货车里肯定没有火箭 五个一盒的 那么你有小鸡吗 一只小鸡 狐狸先生的货车真是太神奇了 这是一辆超级货车 是的 没错 走吧 弗雷迪 我们该回家了 大家再见了 再见 请问一下你有充气城堡吗 有 那么有没有花盆呢 有 我有所有东西 哦 我的车没有油了 狐狸先生的货车里什么东西都有 但就是没有汽油 嗯 这么看来我得去一趟加油站了 我可以拖你过去 但是我没有拖车绳 哦 拖车绳我多的是呢 一捆就有五根哦 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为什么不能 猪爸爸帮狐狸先生把他的货车拖到加油站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沙沙 哥哥 邦邦交响乐 今天佩奇和朋友们在幼儿园里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些乐器 他们会发出沙沙声 哥哥声 还有邦邦声 太棒了 首先 大家先从乐器室里挑一件乐器出来 我拿的是两个鼓 他们叫做邦家鼓 丹尼 你要用你的手这样敲响它们 我拿了一个扁扁的邦家鼓 这个叫做宝斯兰鼓 是爱尔兰的乐器 要用小鼓锤来敲击它 像这样 我拿了一个小手鼓 非常好配的罗 也可以摇一下 像这样 我拿了一个大鼓 哦 这个叫做低音鼓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但它是这样发声音的 坎迪这个乐器叫做呱呱 它是来自非常非常遥远的南美洲 哇哦 那我们这里怎么会有呢 这个是我假期的时候去买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叫做沙锤 这是我在西班牙度完假之后 带回来的 这是一个三角形 我爸爸是十个十个一盒 这样卖出去的 谢谢你弗雷迪 我已经了解了 你不需要去度假就可以买到它们 谢谢你 这是什么 你拿的我们叫它响板 我爸爸也卖这个的 五个五个一盒卖 谢谢你弗雷迪 欧雷 像这样就是响板演奏的方式了 给你吧 艾米丽 那我是不是还要跳舞呢 不用 响板会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我看到瑞贝卡手里拿的是波 是的 现在你们知道各自乐器的声音了 你们就可以一起演奏了 准备 好了 开始 停 停 停 你们演奏的不是音乐 听上去都是噪音 谁都可以邦邦邦地敲 如果想演奏音乐 你就要听听旁边的声音 然后再保持同一节奏 可是林阳夫人 我没办法一边听一边演奏乐器 你会拍手吗 会啊 如果你会拍手 就能发出音乐声 所有女孩跟着我来坐 男孩们一起来 林阳夫人把拍手声变成了音乐 然后停 现在我们就来学习 怎么把乐器声交汇在一起 家长们来接孩子回家了 你们来得正好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 沙沙哥哥邦邦管弦乐队 太棒了 孩子们 现在预备 开始 太棒了 我以前的学生们 你们要不要也一起来试试呢 去拿你们的乐器吧 孩子们 好的 林阳夫人 林阳夫人以前也曾教过孩子们的爸爸妈妈 打鼓很难的爸爸 你要像我这样打鼓才行 那我来试试 我有没有学会吧 爸爸 你居然学会打鼓了 我现在可是很擅长打鼓了 很不错的沙沙哥哥邦邦邪奏曲 现在来演奏吧 我的爸爸可以沙沙哥哥还有邦邦 克洛伊的大朋友 佩奇和她的家人要去拜访她的堂姐克洛伊 我最喜欢和堂姐克洛伊一起玩了 克洛伊 克洛伊 哦 克洛伊 你们好啊 这是我的朋友们 松鼠西蒙 还有小熊贝琳达 你们可以叫我熊 这是熊蒙的简称 你们可以叫我贝 这个是贝琳达的简称 我是佩奇 我们就叫你佩 哦 还有这位她叫乔治 那我们就叫你乔 哦 你都没有跟我们提过 你还有小孩子亲戚克洛伊 我才不是什么小孩子呢 可你们两个年纪很小 我已经是大姑娘了 乔治才是小孩子 嗯 我们还是一起玩游戏吧 太好了 那么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玩小孩子的游戏了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那玩是或不是的游戏吧 是或不是 是什么游戏啊 就是我来问问题 然后你来回答 这居然也是一个游戏吗 你绝对不能说是或不是 这太简单了 那么现在你们要玩吗 是的 你刚刚说了是 这不公平 我还没准备好呢 那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我又赢了 佩奇非常擅长玩是或不是的游戏 那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我不会介意的 你觉得我能让你说出是或不是吗 我想你应该不能 哦 我放弃了 为什么赢的人总是你呢 很简单 你只要不去说是或不是 哈 我赢了 你刚才说是或不是了 这个真好玩 我们来玩个别的游戏吧 你们玩过一个游戏 叫杀丁鱼吗 那是什么游戏 一个人躲起来 然后我们要一起去找它 这个挺起来就好像是捉迷藏 但是当你找到它时 你要悄悄的 然后也躲到那个地方去 直到所有人都躲到那里 就好像是罐头里的杀丁鱼一样 那好吧 我们就来试一下 乔治 那么你先去躲起来吧 一 二 三 乔治 乔治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躲起来 九 十 躲好了吗 我们来找你咯 乔治 我看到你左摇右摆的尾巴了 佩奇和乔治一起躲了起来 我找到你们了 现在 克罗伊必须要跟佩奇和乔治挤在一起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呀 现在小熊贝琳达也挤到里面去了 让让我 我们像挤在罐头里的杀丁鱼 大家都跑到哪儿去了 我们在这儿 我们还是不要再跑来跑去了 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来放松一下吧 放松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闲坐着 然后一起聊聊天 我喜欢聊天 什么都能聊 那我们就来聊聊音乐吧 我非常喜欢蓝调音乐 哦 我最喜欢的是红调音乐 我喜欢的是绿调音乐 我们都不喜欢儿童听的音乐 不不不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 我最喜欢这个 这可是大人的音乐哦 脑袋肩膀膝盖 脚趾膝盖 脑袋肩膝盖 脑袋肩膝盖 膝盖 膝盖 眼睛耳朵 嘴巴和鼻子 脑袋肩膝盖 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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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袋肩盖 脑袋肩膝盖 佩琪 乔治 我们现在该回家了 哦 很快就能跟克罗伊再见面的 我下个星期会去你家里玩的 佩琪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吗 你们可以来 不过到时我们要玩游戏哦 我们很喜欢跟佩琪和乔治一起玩游戏 太棒了 你还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快乐地玩游戏 即使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太阳 大海和雪 佩琪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小宝贝们 明天我们要一起坐巴士到海边去 我们可以在海滩上蹲沙堡了 我想要去游泳 我也是 天气预报说了 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晚安 佩琪 晚安 乔治 哦 开始下雪了 现在是早上 太棒了 是个大晴天 哦 是雪 昨天晚上下了场大雪 下雪了妈妈 下雪了爸爸 下雪了下雪了 哎 什么 我们还是会去海边的 对不对呀 爸爸 这个我们先看看外面积了多少雪吧 哦 爸爸到哪里去了 哦 这是个会走路的雪人 我现在好冷 是个会走路会讲话的雪人 哦 原来雪人是爸爸呀 可怜的猪爸爸让我们来帮你吧 猪妈妈 佩琪还有乔治 用毛巾擦猪爸爸的身体 好让她暖和起来 现在好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去海边了吧 可外面的雪怎么办 我觉得今天的巴士可能不会开了 嗯 兔小姐的巴士开到了佩琪家门口 哦 我的天哪 这么多雪 你是怎么开过来的 因为我有一个大雪产啊 雪产把路上的积雪清除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琪 佩琪的朋友们也都去海边玩 下一站 海边 太棒了 公牛先生和他的朋友 在往路上撒沙石 防止车子打滑 你好 公牛先生 哦 你好 兔小姐 我们忙活了一个晚上 现在去海边的路 都已经畅通无阻了 太好了 我们正要去海边呢 你想不想一起来 不用了 谢谢你 兔小姐 还有很多路等着我们去撒沙石呢 再见 公牛先生 再见 祝你们大家在海边玩的愉快 我们到了 这就是海边 整个海滩被白雪覆盖了 哦 海水看起来很冷 我还盼着可以下去游泳呢 你还是可以游泳的 海水还没有结成冰呢 来吧姑娘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呃 我不能游泳 因为我的脚踝扭到了 我好像突然有点咳嗽了 呃 呃 那么猪妈妈来吧 海水很舒服的 你真的确定它很舒服吗 那当然啦 今天的海水实在是棒极了 那么好吧 猪妈妈要去游泳了 哦 海水冷不冷 妈妈 是有那么一点冷 刚下水的时候确实会感到非常冷 你要不停地动 动一动就暖和了 好吧 那我就动一动 猪妈妈马上从水里跑上了岸 我们帮你擦干吧 佩奇 乔治 还有猪爸爸 用毛巾帮猪妈妈擦身体 好帮它暖和起来 哦 舒服多了 您想不想去游泳住爸爸 今天就算了吧 有谁要冰淇淋吗 不要 不要 大家都喜欢在海边吃冰淇淋 爸爸 我想要在这里堆一个沙堡 可是现在沙滩都已经被雪盖住了 但是我们可以堆一个雪堡啊 哦 首先我们给桶里装满雪 我们再把桶像这样倒过来 然后轻轻拍一拍 接着迅速地拿起桶 一个雪堡就完成了 雪堡完成啦 我非常喜欢海边 我还非常喜欢雪 我非常喜欢海边 也很喜欢雪 春天 现在是春天了 猪爷爷办了一个巧克力彩蛋的活动 你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爷爷 狐狸弗雷迪还没有来呢 嘀嘀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弗雷迪 啊 你好啊 狐狸先生 你要留下来吗 我也希望留下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寻找彩蛋了 一会儿见 弗雷迪 现在大家准备好寻找彩蛋了吗 好的 爷爷 我的花园里藏了很多巧克力彩蛋 有很多很多哦 你们要把它们都找出来 太简单了 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踩到我的植物 哦 在春天的时候 看着这些小幼苗发芽长大 真是让人激动不已啊 我们向你保证 肯定会非常小心的 非常好 那么现在快去吧 猪爷爷的寻找巧克力彩蛋的游戏 开始了 猪爷爷 你现在有空喝杯茶吗 当然 他们肯定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够找到我的彩蛋 我把它们藏得非常好 这里有个彩蛋 佩奇在一个花盆里面 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这里也有一个彩蛋 小兔瑞贝卡在灌木丛下面 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太好了 我也找到一个 大象艾米莉在一棵树的树枝上 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我好像闻到了一点巧克力的味道 狐狸弗雷迪有一个嗅觉非常灵敏的鼻子 找到了 狐狸弗雷迪在一个水盆中 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狐狸弗雷迪 狐狸弗雷迪 我们找到了巧克力彩蛋 这真的 太有意思了 不过就是有点太简单了 对小孩子来说 这可不简单呢 乔治 理查德和埃德蒙一个彩蛋也没找到 你们想知道其他的彩蛋在哪儿吗 巧克力彩蛋 埃德蒙 我觉得你的耳朵后面好像有个东西 每个人都找到了巧克力彩蛋 那么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 猪爷爷 当然是把彩蛋吃掉了 孩子们 你们好啊 奶奶奶奶奶 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巧克力彩蛋 彩蛋在哪儿啊 我怎么一个也没看见呢 它们在我们的肚子里了 还有你们的嘴上 爷爷是不是把彩蛋藏得很好 不是 大孩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 不过小孩子们还需要一点帮助 乔治 理查德和埃德蒙他们不喜欢当最小的孩子 别担心 花园里很快就会有更小的孩子了 是的 这些小宝贝们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啊 爷爷刚才已经跟我们说过关于小幼苗的事了 奶奶 但我并没有觉得很激动啊 我们说的不是这些小幼苗 佩奇 哦 那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看杰米玛 梵妮莎 沙拉和纳维尔吧 它们都是小鸡 没错 母鸡妈妈们还下了蛋呢 我们能吃吗 不行 弗雷迪 这些蛋是用来孵小鸡的 哦 我们来得正好 小鸡宝宝孵出来了 哦 小鸡宝宝 小鸡们都孵出来了 现在真的是春天了 我们一起来伴小鸡宝宝吧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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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little chick singing 鸡 鸡 鸡 I like to pick up food with my b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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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a fluffy yellow head and straw for my bed And I jump up and down singing 鸡 鸡 鸡 爸爸是冠军 佩奇和她的家人在看电视里播的体育节目 跳得可真远啊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妈妈 世界纪录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你在某方面是世界第一 也就是说你是冠军 你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 这里面的冠军有跑步的 跳高的 游泳的 我真希望这里面也能有你的名字 这里面真的有我呢 不会吧 真的 你的爸爸可是跳泥坑的冠军哦 哇哦 还没人打破我的记录 我想以后也没人能打破 下一个比赛项目就是跳泥坑 这一跳溅起了很多泥浆 事实上 我想 没错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哦 爸爸 你再也不是世界冠军了 大家肯定都会很伤心的 哦哦哦哦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佩琪 朱爸爸 你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了 大家都希望你能重新成为冠军 这件事很重要 是真的吗 是的 好的 我会努力的 明天开始 太棒了 那我必须要再去做一座跳泥坑的训练了 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去跳泥坑的 爸爸 啊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冠军的佩琪 哦 朱爸爸 你是跳泥坑大师 爸爸 你现在是不是要去练习跳泥坑呀 并不是的 佩琪 我一定要跟泥坑融为一体 什么 要想跳好泥坑 我就要像泥坑一样思考 爸爸 你需要练习跑步吗 不用 那么 你需要练习俯卧冲吗 不 我需要睡觉 然后做梦梦到泥坑 今天是跳泥坑大赛的日子 朱爸爸穿上了他的跳泥坑专用运动服 真是糟糕 我找不到我的金靴子了 我把靴子送给了朱爷爷 让他在花园里穿 我的那双幸运金靴子居然变成了原意用的靴子了 你还有别的靴子啊 可它们是不一样的呀 你好啊 朱爷爷 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双旧靴子吗 呃 是的 朱爸爸有急用想要回来 你有没有好好保管它们呢 呃 我有时候还给它们浇水呢 朱爷爷在朱爸爸的幸运金靴里种上了番茄 我们需要他去参加今天的跳泥坑比赛 没问题 我们就在那见面吧 所有的人都来看朱爸爸的跳泥坑比赛了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我 鼓豆先生吧 好嘞 祝你好运 朱爸爸 哦 可是你的幸运靴子在哪里呢 它们在这儿 谢谢你 朱爷爷 我闻到了一股番茄味儿 好 现在有请朱爸爸来跳泥坑吧 朱爸爸正在思考 各就位 预备 跳 我一定要和这个泥坑融为一体 我一定要成为泥坑 哇哦 那个泥坑居然不见了 哈哈 所有的泥浆都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 朱爸爸已经和泥坑融为了一体 大家都已经和泥坑融为一体了 这是新的世界记录 太棒了 我的爸爸是冠军 这一位是谁啊 我是小朱佩琪 知道吗 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跳泥坑的冠军哦 我已经在训练他了 哦 你在接受大师的训练呢 那你都学到了什么 呃 如果你想要去跳泥坑的话 记住 你一定要先穿上你的 鞋子 哈哈哈哈哈哈 猪爷爷的电脑 佩琪和乔治来猪爷爷和猪奶奶家里玩 你好爷爷 你好爷爷 这个是什么 原来是个不咕鸟钟 是的 它会叫不咕不咕 可是它现在坏了 你能不能把它修好呢 爷爷 嗯 把这个钟拿到我的小屋里去吧 这里是猪爷爷的小屋 猪爷爷就在这里修理东西 让我来看看钟的里面 天哪爷爷 这下你把这个钟彻底弄坏了 哦 我记得我好像有本关于钟表的书 啊 它在这儿呢 钟表工作的原理 猪爷爷终于修好了不咕鸟钟 太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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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妈妈来接佩琪和乔治回家了 妈妈 爷爷帮我们把不咕鸟钟修好了 真是太好了 那是什么 这是我的旧电脑 我可不会修这个东西 它没有坏 我有一台新电脑了 我想你会要旧的这台 哎 我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需要电脑啊 哦 一台电脑 它能干什么呀 你可以用它打出字母 看着奶奶 A B C D 还有数字 一 二 三 我担心我们会按错按钮 然后就把它弄坏了 哈哈哈哈 不用担心 你们是弄不坏的 只要你们不要喂它牛奶 或者是饼干或者是果冻 哈哈哈哈 最棒的一点是 可以用它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当你按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下一个蛋 我很擅长玩这个游戏 但是乔治玩得最好 哈哈哈哈哈哈 看起来很有趣 也许我们应该留下这台电脑 你说对不对 猪奶奶 再见 再见 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 研究一下电脑呢 猪奶奶 是的 我们去打几个数字 还有字母吧 佩奇和她的家人在吃午餐 我把旧电脑送给猪爷爷和猪奶奶了 这是好事 我想知道他们用的怎么样了 你好 我是小猪佩奇 佩奇 我打来是想问一个和电脑有关的问题 是爷爷 他把那台电脑弄坏了 电脑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猪爷爷 上面全是鸡蛋 鸡蛋 能不能让快乐小金不要再下蛋了 出现故障 先把电脑关掉 然后再把它打开 现在好了吗 故障非常严重 听上去似乎不太好 也许修不好了 我们会过来把它拿回来 奶奶 我们是来把旧电脑拿回去的 猪爷爷把电脑拿去小屋了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故障解除 太棒了 我爷爷 最擅长的就是修理东西了 修起来很困难吗 一点都不难 我发现我有这本书 电脑工作的原理 所以现在不需要我们把电脑拿走了吗 不用 我还要用它来做非常重要的工作呢 打字母和数字吗 不是 我要超过猪奶奶玩的快乐小鸡的记录 我的记录是四千零二十个蛋 哇哦 所以我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 超过它 杜小姐的直升机 佩奇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夏日游园会 哈哈哈 看 那里有救援交通工具的展示 狗爷爷展示的是她的拖车 我的拖车 发出的声音是这样的 羊妈妈展示的是她的消防车 消防车发出的声音是这样的 还有兔小姐 展示的是救援直升机 我的直升机发出的声音是这样的 直升机后退 哦 你们想坐上去飞一圈吗 是的 谢谢你 好吧 上来吧 哦 糟糕 已经没有我的位子了 没关系 我在地上看就行了 猪爸爸不喜欢那么高 哦 我们要飞上天空了 是的 它可以垂直往上升 哦 它也可以垂直下降 耶 哦 哦 它还可以翻跟头呢 哦 哦 可怜的爸爸 他做过了好玩的事 是啊 可怜的猪爸爸 好 一个冰淇淋 谢谢 嗯 味道真不错 我们差不多该降落了吧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紧急呼叫救援直升机 好 马上就到 你们真幸运 我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公牛先生正在挖路 木 木 你们好啊 兔小姐 我们有根很大的金属管 需要你帮忙提起来 好的 公牛先生 你要怎么把那根大管子提起来 用我的 大磁铁 太棒了 那你要怎么处理这根管子呢 呃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我知道了 我就放在这儿吧 这样别人就会很轻松地找到他了 现在我可以送你们回家了 那么爸爸怎么办呢 你好哦 祝爸爸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回家吗 兔小姐会顺路送我们回家的 好的 爸爸爸爸 我们一会儿往上飞 一会儿往下 还绕着圈飞呢 哦哦 太遗憾了 我竟然都错过了 一会儿家里见 谁把这根管子放在这儿的 我知道了 我可以绕路走 嗯 这路上到处是你 加油啊 开过去 猪爸爸我还要回家呢 猪爸爸被困住了 我可以叫狗爷爷 让他用拖车来救我 你好 这里是修车厂 我被困在你里了 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一下 对不起 猪爸爸 我在搬一根巨大的金属管子 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路中间了 我帮你转给下一个负责救援的人吧 你好 这里是消防队 我被掐在你里了 你能来救我吗 对不起猪爸爸 我现在正在救一只 跑到树上的乌龟呢 不要动啊 小土豆 我真的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爬树 你可是一只乌龟啊 别担心猪爸爸 我帮你转给我们负责最高救援级别的人 这是什么声音 飞起来了 兔小姐的直升机 把猪爸爸给救了出来 太棒了 爸爸真是太幸运了 他最后还是坐上了直升机 我们要给他演示一下 直升机能干什么吗 好的 他可以吹直升高 哇哦 他还可以垂直下降 哇哦 他还可以像这样翻跟头 哇哦 每个人都喜欢做兔小姐的直升机 飞上飞下 转着圈飞 圣诞老人的来访 今天是圣诞节 现在还很早 佩奇和他的家人在猪爷爷和猪奶奶家过夜 乔治 快点醒醒 圣诞老人来过了 圣诞老人来过了 吃泡泡气 和漫画 还有一个橘子 爸爸妈妈 今天是圣诞节了 呃 什么 时间还很早呢 佩奇 你们去跟猪爷爷和猪奶奶和猪奶奶说圣诞快乐吧 爷爷奶奶 不要慌张 动到甲板上来 今天是圣诞节了 现在才刚刚凌晨三点而已 但圣诞老人来过了 我们能看看他还在不在吗 不在 圣诞老人已经走了 瞧 胡萝卜饮料还有肉馅派都已经吃完了 他只留了一点碎屑 是啊 圣诞老人喜欢吃美味的肉馅派 圣诞树的下面还有很多礼物呢 我向圣诞老人要了一个娃娃 我现在能打开看一下吗 等吃完圣诞午餐之后 再把这些圣诞礼物打开吧 哦 好的 佩奇和她的家人正在吃圣诞午餐 我们来拉圣诞拉炮吧 你们看啊 这里面有一斤纸帽子啊 还有派对喇叭 还有一个笑话 什么东西在天空中晃荡 这个我不知道 一架直升鸡啊 这个圣诞布丁真的很美味啊 是佩奇和乔治帮我一起做的 是我和乔治搅拌的 那你有没有许过愿望啊 是的 我许的是 你告诉我们 我们去把礼物打开吧 太好了 这个是要给乔治的 真的是一辆赛车 这个看上去好像很复杂呀 让我来看看吧 这块放在这里 然后这块放这里 接着车子放在这里 我们来比赛吧 各就位 预备 开始 猪爷爷和猪爸爸玩赛车 玩得很开心 那不是乔治的赛车吗 我看乔治玩那个盒子 玩得更开心 这个是给你的礼物猪爸爸 啊 是袜子 我的也是 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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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这份礼物一定是给 我 我向圣诞老人要了一个娃娃 能走能说 睡觉的时候还能闭上眼睛 哦 是鸟石 鸟石 看来这份礼物是给鹦鹉玻璃的 但这是最后一份礼物了 圣诞老人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你好 请问我可不可以和佩琪说话呢 佩琪 小羊苏西找你 你好啊 苏西 你拿到你的娃娃了吗 没有 我的拿到了 她可以哭 可以笑 可以睡觉时闭眼 她什么都能做 圣诞老人把我的礼物给你了 不是的 标签上写着 给小羊苏西 圣诞老人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圣诞老人正在回家的路上 今年的最后一批圣诞礼物也送出去了 哦 我的麻袋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呢 圣诞老人怎么会忘了你了 我没有做一个好孩子是不是呀 圣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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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她是从我家烟囱进来的 当然是这样的奶奶 这是给你的礼物佩琪 对不起有点晚了 我的娃娃 谢谢你圣诞老人 你要来点圣诞布丁吗 这是我和乔治搅拌的 我们还对着她许愿了 嗯 很好吃 我当时许的愿望就是在圣诞节那天 能见到圣诞老人 你真的出现了 哈哈哈 我闻得你 好 好 好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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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